結束日,這個地方就用查表 那查怎麼查呢?就是我的表格在這邊 這個是我要查詢的範圍 裡面的話呢有幾籃呢? 有1 2 3,三個籃位 那如果說我今天查詢的話,很常用到一個函數叫V VLOOKUP 這個VLOOKUP函數非常的重要 因為我看我那個影片裡面 觀看是最高的,居然是什麼VLOOKUP函數的使用方法 為什麼?因為要查詢 比如說我今天知道C04對不對? 那我要查他的第幾籃呢? 查查詢的一定是查第一籃 查回來的,假設是123 我要查回來是這個 那你一定要用VLOOK函數 就可以幫你做查表 查詢 OK 所以VLOOK函數觀念大概就是把 你要查的 後面遞 也許很多籃,你要遞幾籃,把東西查回去 他就會查出30回去了 OK 所以呢基本上我們按部就班來看 第一個 那查詢你要給他一個範圍 一般我習慣把這個範圍 比如說我先把這個範圍選取起來 不包含上面的那個籃位名稱 那這個範圍名稱呢 我就用叫做 開課斑別 所以把下面開課斑別點兩下 複製一下 再利用這邊 這個範圍選起來 選他之後上面有個格子 你把這個格子點一下 把剛剛的名稱貼上 按個Enter 這個時候呢 以後 我就可以把這個範圍 叫什麼名稱呢 他這個範圍 就叫做開課斑別 用什麼呢 用一個名稱 來代替 這個範圍 OK 第一個 然後第二個的話呢 我就切回到這邊 切回這邊 的旁邊好了 我們按部就關來做 如果我今天要把它查回來怎麼做 很簡單 插入函數裡面 找到什麼呢 內別裡面有一個叫 檢視與參照 檢視 與參照 其實就是參照 OK 點下去 然後呢 最下面一個 就是叫 V2可按數 就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非常重要 按確定 那他會跟你問四個問題 你就要回答四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 LOOKUP 你要找 LOOKUP VALUE 意思就是說 你要找什麼東西啊 那我要找 這個東西 這個編號 那你的 Table Array 你剛剛 你有沒有一個對照表 有 就是我剛剛那個 開課斑別 按F3 記得喔 這邊有個快速鍵F3 他就會怎麼樣呢 把剛剛 我選的那個 範圍 自動跳出來 F3 選他 按確定 就表示說呢 我 這個東西 要在 這一個 後面定義好的那個 表格裡面去找 找 這邊也叫 第三個問題是 那你要找的 找回來 幫我找 幫你找回來 是第幾欄呢 我要的是 123 第3欄 你告訴他 第 再來最後一個問題說 那你要查詢的是 要完全一模一樣呢 還是 如果沒有一模一樣 找接近 如果是一模一樣的話 記得是0 也就是一定是C04 那如果說你找接近的 你就輸入1 找接近的是1 不過這個這一題的話 應該是找一模一樣 所以用0就可以了 所以特別注意喔 等一下那個V函數 其實對各位來說 可能比較磨蹭 如果沒學過的話 大概就是這樣的流程 做完之後的話 這個 記得喔 他是問你說 你要查什麼 第二個是 你是 後面這個 開課番別 我把它建一個名稱 然後第3欄 完全比對 好了之後的話 按確定 他幫你查出來 30 為什麼30呢 因為你的C04 第3欄 C04的第3欄 那不就是剛好 30嗎 那我們後面還在除以什麼呢 30 可是不是我們要的 我希望算出來 是 多少天之後 所以30必須 再把它除以3 為什麼 因為一周有 一周有 三學分嘛 所以總共幾周呢 除以3就Enter 10周 對不對 沒錯吧 那10周的話 可是不對啊 我第1周 已經 已經有了 所以 要把第1周 扣掉 所以這邊的話呢 你就把 後面再加一個 減掉 1 有沒有 先除以3 再減掉1 打勾 就9周 那我怎麼知道 總共是 呃 就是9周是幾天呢 你就再把這個地方 刮壺起來 刮壺有沒有 然後後面怎麼樣 再乘上 多少 7天 打勾一下 看看是不是63 沒錯 那這個時候的話 你如果向下填滿 這個地方有沒有 就可以全部算完 總共 就是這個日期 結束日期 這個開課日期 再加幾天之後 就是結束日期 應該懂那個邏輯吧 OK 那 那最後怎麼做呢 那最後怎麼做呢 很簡單 你就最後結束日期 就是 等於 開課日期 加上什麼 這一天 打勾之後 那答案就出來了 OK 特別是 因為呢 後面這個是幾天之後 那如果把這一天 再加上幾天之後 就算 那你把它下面點兩下 全部就算完了 比較好了嗎 對不對 這樣就可以下班了 然後你就報表印出去 不過可能老闆 也許以為你會做很久了 他不知道你工作效率這麼快 交欠了 你給他還 什麼 做完了 這個 我曾經有發生過一個狀況 很久以前 曾經在公家機關做過事 這也是一樣 我把東西 大概半天的時間 就把東西交給主管 他就看了很 我很久一段時間 那眼神告訴我 不會吧 你這麼快就交給我了 後來我就知道 原來 他覺得太快了 後來我問了一下 其他同事 他說 對這個大概 一般人大概做三天 後來 我就了解意思了 後來我就 三天之後 再交給那個主管 那主管還是看了我一下 他還是覺得你好像太快了 後來我發現 大概五天差不多 所以一件事情本來 一個早上可以完成的 你 可以混個五天 這五天要幹嘛呢 實在就 所以 可能效率啦 有時候當然 不同單位啦 因為私人機構 你就不能這樣子 不過 這是真實案例喔 OK 那這邊的話呢 請各位先試一下 我把剛剛的重點再提示一下 第一個就是說 開課斑別 把這個範圍呢 把這個範圍呢 先選起來 然後呢 把這個名稱放到這邊 因為用這個名稱來代替這個範圍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在這邊 在這邊 用哪一個呢 用那個 插入函數裡面的那個 V路函數 這個是 檢視與參照 裡面的 V路函數 是V喔 最後這個 按確定 查什麼 查他 查哪個表 F3 開課斑別 查第幾欄 查第3欄 比對方式 是完全一模一樣 按確定 30天 一週有 3小時 再減掉第1週 因為第1週已經是開課了 開課日期這邊 然後再怎樣 把它再刮糊起來 再乘以什麼 刮糊起來 再乘以 這邊刮糊 乘以7 就是63 OK 那我就把這個結果做出來了 那 這個的話 這個格子就是他加他啦 不過其實 當然你不用這麼麻煩 還多一個一欄 有點麻煩 所以最後當然 終極的結果是要 把這個剪下來 然後呢 這邊按打勾 這邊再貼到這邊來 實際上 最後其實乾脆這樣 就是直接怎麼樣 前面再加上 這一個日期 再 加上什麼 加上後面這個 有沒有 那不就 一次就可以完了 不過我怕 可能動作這樣子 你們會 比較沒辦法玩 可能會有一點狀況 所以打勾一下 你會發現 還是一樣的結果 但是這邊就可以少掉一欄了 OK 這個是最後的結果 應該可以理解這個 應該可以理解這個到底在做什麼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所以利用這樣的方式 你的工作裡面呢 只要是 可能你的代號 然後你要查的東西在 另外一個表格的時候 你可以先訂一個名稱 以後利用V2排數呢 就可以幫你去查詢到 那一個表格裡面的地體欄的資料 你可以把它帶過來 這個方法 非常的重要 因為 任何的工作裡面 都有可能會需要 查詢一個對照表 所以這一招還蠻管用的 可以試試看 齁